雅惠學說一個月刷多少 算大戶 其實你一個月只要有超過2萬到3萬 那基本上都算是很大戶的 因為現在一般人的 那個平均的月薪收入大概2到3萬 那等於是你所有的支出都是用這張卡片來刷 所以大戶的認定不一定 比如說你一個月可以刷10萬塊錢 那對在銀行的眼中 你也算是貢獻度比較高的客戶 因為大家可以下去算 就是如果你的刷卡 交易手續費 銀行收的是1.55%來算的話 那你刷多少 你刷1000塊他才賺1.5元 對不對 刷100塊賺1.5 所以刷1000塊是賺15塊錢 所以你刷越多 他當然是收到越多的這個手續費 那他才有辦法就是在辦活動同課給你們 所以那當然是就是刷越多 就是越是大份這樣子 再來